打对方的右侧身 这个贴得很细啊 前后同时包钞 但是美咖的一颗手 反而是给小黄给打掉了 先把这个大创的进攻 是非常强烈的 雷如确实没那么好防 你看其实两边都有机会 扔到对方雷的 是的 这个雷冲在脚边 炸成了私血 但是倒到外面去了一个 雷是被补掉了 这条直接拉进来 一波突破 还行 这波一换死 对于天霸来说 原住民这波一圈被撞点 还是算能够 真往北走了 真是硬证赌北不赌 当然这也是玩笑话 结果论 直接撞击了 V7的甲子库 控制是一个手雷 二星是炸到英诺 大哥没了 大哥没了 这太松了吧 快再关门 Ramba 已经为时已晚 Ramba已经把自己塞进来了 这波打得很乱 V7后面的资源效率怎么样 现在门外解决了一个 哇 两边互相拜年 总是Ramba赢了 Ramba还是那个Ramba 小海在旁边K了一个 FM全过来了 还可以 在天霸回撤的过程当中 FM是提前踩到医院三的反驾 这个甲子库 你还真比如说 这一波FM是有机会 能把这边的分数全部拿下来的 这个手雷 信息吃得很清楚啊 知道对方在这个楼里就一个了 但具体在哪个房子不太清楚啊 其实麦克罗斯在另外那个红房那边 虽然这一波分数不多了 但是接管物资也 红楼里面看到了这个闪神 他还直接拉出 听到的位置 正在一楼就在面前 这么一个出手 带走了麦克罗斯 能拿到大量的这个物资的补给 都是雷 都是闪 八个包肥变甜 以前那个体系的奸计 你可能十五二十盘 才能见到他撞一把房 是的 小孩好肥啊 他拿了多少嘞 在另一侧 这应该是 北边山头 还有这边有导游的 一个水泡的蓝圈 这个防空洞 马路跟GX 马路适选择直接抢顶这个黄空洞 原点的眼里还是没办法 没错 而且这个圈形水你还排不干净 嗯 面积是不够的 哎呦 肥叶不是直接下水 没问题 现在 药车其实也没什么转移的位置 这 小五是架住三个楼顶 在这旺仔是被燃烧兵给烧倒 这个雷 我觉得还是先规避对方的第一波道具吧 现在看起来MG还有不少存货 本来刚才有打完一波 龙苏哥往前探了一下 又吃了一颗 在这个四头院的原点下 要去收这个地方的分数 MG是要真P1性积分的 MG倒数1 玩意是两个待遇的队伍 还有这波会脱惨 被脱惨 背后还有个打打网 哦 GG是 然后蓝圈一旦说说 这三就都不太能够存活 原地1% DELUX放到龙苏哥 这波零星1% 让龙苏哥是没能反应过来 这边在窗口 直接反身 瞄头给DELUX打掉 为龙苏哥报仇 再转头 但是很可惜 老G不上枪键 这什么 分数是拿下了 惨声 NUHAPPY这一波是找到机会了 一个大的一个切角 看到PARAL的一个背身 这边出枪 NUHAPPY是想要在这个 缺行当中去解决 看起来 虽然就是地图上面来看 没有防具 其实视野的遮挡率还可以 好 实际圈面过了很长的时间 这也是看到了圈边的一些信息 嗯 实际要开始发力了 这个圈 南部确实可控 信息也吃的差不多了 我感觉实际对于南部的信息 应该是吃的非常透的 嗯 KDF那边 如果知道是个满面队的话 没事 这路之后还是被阿卡德给收下 嗯 哦 这个过点应该是能看到的吧 房的那个位置 那边起推 而天路控的那个 上车区的房区已经完全控死了 你从那个地方起推 就是完全送分的 对 实际是有这个房区 有独狼小海的信息的 嗯 先把这个分打 那是远点出枪 GBL在南部的出枪 其实对这个点的压制力 还是比较足的 是不是被打倒了 GBL真耐心 他真就不走 是的 全还没刷 对 完全不在圈 他也完全不走 他可能对这个地方是有想法的 所以一直在盯着 他觉得不着急 对 GBL因为知道前面海边 KDF出枪 而且KDF这个时候 还没有出现信息 他是想等KDF走了 KDF出信息了 他在动 嗯 实际现在双线作战啊 南部 GBL其实正面有KDF 很多人的 对的 对面小海的反应是很快 马上翻出来再回厕所 最后一个 笔记本 GBL这边也是过马路了 对的 他要去墙顶天路的房区 天路这边是有人倒地的 对的 对的 这个进攻对于GBL来说 还算是优势 然后你是觉得锁住很关键 争取了很多时间 也有一个救人的时间 而另一个 白头 我小 小海 这一波是连续放的 十七两人 是的 穿了两个 左边还有一个 应该是知道这个信息的 在 这一个房秀当中 小海是玩起来了 对 KDF已经腿过来了 这个对比两队来说 都不是好消息 你头智悟的一个时刻 被小海把握住了 小海担任四个大战 而且还进入到了 吃排名分的阶段 是吧 小海担任四个大战 但是又来一个 这个火星就拿了脸钱 是的 KDF信息一漏 GBL就动了 其实GBL就在等KDF 知道你是南边海边队伍 你是没什么车的 那场房区又在打架 现在GBL 其实输出的空间还算比较好 但是这个过点马路 那位置被后点的 Nu Happy找到机会 现在Pyro是少人的 我抢你 亲爱的这个 先选择拿人头 先拿分 再来一颗手雷 看看南部能不能 打成无人生还的局面 这个如果南部 打成无人生还 对于PXL来讲 绝对是一件好事 这个就有点难了 现在将自己的 高点的位置给放掉 人类逼退Nu Happy 小组的一个手 来将周平炸倒 是的 小组在往另外一边绕 等一只血量打起来之后 可以打一波鞋头吗 换神一颗雷 小组倒了 是的 而且周平的血量 倒进血量 保持的还算不错 AZ高原找机会 先秒掉明明 再往回来 黄一鸣 黄一鸣 再特意被换神 找到机会了 Nu Happy这波 手的漂亮 但是原点 哇 机票 已经解决了KDF 现在是过来处理 Nu Happy 已经到了这个山头的一个 过点的一个位置 哎呦 就是不敢直接拉过来 给到Nu Happy一些 拉人的时间 刚好拉起了一个 听到了所谓的位置 有一些常规位吧 是的 状态好的 先去前点顶位置 给后点的队友 机会 但是姑妹正面 给周平直接秒杀 就只剩南辆 黎南江能 坚持得住吗 全村的希望 位置好像判断的还不错 咋搞了 来 平枪 黎南江 帅 帅黎南江 这一波顶住 他那个雷的预判也太好了 但是编制都不起 2打1打1打1 南辆这波没顶住小唐 PC啊 15年纪问题不大吧 不大 已经 小五 这两枪小五的peek away 直接repeek出来 一枪没中 这是没办法 毕竟是你往下跑的时候 没有任何眼 视线 再顺便盖一下小步 把交易 重复上了一个极具威胁的位置 小两 这波天路虽然好 但是不多 但是之下 让他们稍微安心 我看到分析反而是195分 195分 还有 突然清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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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